你现在跟那些观众保证 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让你那些喝酒 那些朋友以后都不要再来找你了 以后如果谁再来找我喝酒 谁也再也不是我的朋友 我只要你 不喝了 再也不喝了 谁再找我喝酒 谁就是我的敌人 这姑娘真是为了爱情 放弃了酒精 所以说爱情的力量就这么神奇 能够让你克服一切 这种力量 别的东西真带不来 台上的专家说了 她是重度的酒精依赖 可是酒精依赖面对真爱 也只能灰溜溜的溃不成军 两位离开了爱宝的舞台 留下了承诺的声音 女孩到底有没有彻底戒掉呢 她的日子会不会还泡在酒精里呢 她会不会借了一段时间 就鼓发了 上完节目后 小琪努力旅行着她对小李的承诺 远离了一切酒精饮品 对于重度酒精依赖的患者 这是一段难熬的时光 但是顽强的小琪还是坚持了下来 有一次我就是找她的朋友去试她 找她去喝酒 之后她那次就又去了 我以为她真去了 她就是跟她朋友说去 结果她没去 她把电话也关机了 之后我就相信她真的记酒了 辛苦工作一年了 今天小琪和小李准备去酒吧放松一下 在记酒前 小琪经常来酒吧喝酒 但是自从远离了酒精 她也渐渐远离了酒吧 今天来酒吧是小李的提议 因为她知道 酒吧里的气氛能让小琪彻底放松 而且小李相信 现在的小琪已经完全有能力 在享受快乐的同时 拒绝酒精的幽默 或然小琪只是喝了一杯可乐 便开始和小李聊天 我喝酒的时候 toppa 拓12 宝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